請陳主委 委員長 這個主委早 主委是這個行政法的專家 所以我今天就來跟主委討論一下 這個行政法的問題 那就是說 等一下 沒辦法動 OK 這是2014年12月3號的NCC620次的委員會決議 那這個換照 是一個行政處分 因為這是這個行政處分 整個行政程序法92條照抄德國 所以這非常清楚 那這四項 我就直接進入主題 這四項是不是付款 那這四項付款 不好意思 有些是付款 有些什麼是行政指導而已 OK好 那就是說 這有些行政指導有些付款 那這些付款的部分 是行政程序法93條的付款 的哪一種 它是這個期限嗎 是條件嗎 還是負擔 還是保留費指權 還是負擔的變更或附加 這五種的哪一種 看不同的 比如說 103年11月的這個 肯會有一個是一個負擔 還有一個設一個期限的部分 是 然後如果說 不是獨立審查的部分來講的話 應該也說是一個負擔的 對 所以這是一個付款 然後這是一個負擔 就是說93條第三款的這個負擔 這沒有問題 OK 那再來就是說 這怎麼都不能弄 下一個 好 那就是說 主委你看 下面這個 它要求說這些負擔 或者是這些負款 那你剛剛提到行政指導也好 那重點就是說 我要說的就是這個負擔 它是半年內要完成 那就是說 2014年12月3號到2015年5月已經半年了嘛 那請問這時候NCC做了什麼 當時 我是2015年才 我知道 8月才上任 對 對 所以其實我知道那時候您還沒上任啦 但是事實上2015年5月半年過去的NCC什麼都沒有做 好 好 那再下一個 這個部分我是不是請我們的那個 沒關係 我 我先review一下 我等一下會講說 這個 我們為什麼這麼講 到了2019年的3月27號的時候 NCC啊 在 這個848的委員會的記錄的時候 欸 忽然想起來 忽然想起來說 原來 中天換照之後 它所規定的這些付款 也就是這些負擔 並沒有 完全都沒有來做 付款都沒有來完成 所以它發了一個文 要求他說在一個月內 你必須要把包括獨立審查人這些機制 然後建立起來 並且能夠告訴這個NCC說 到底它完成了沒有 就是說 已經過了四年了 過了四年之後 NCC才發給它這個文 好 再下一個 那 NCC發給這個文之後呢 中天還是不理會啊 這其實 主委也非常清楚 NCC才不理會 所以才會再又有一個 6月19號 就是在6月23號的反紅美的遊行呢 的前幾天啊 NCC決定 對中天祭出重罰 50萬元 主委 請問 如果 剛剛 您一直有提到說 在德國的這個 這個機關啊 或者是說 在德國的這個 求學 我要說的是說 如果在德國的 一個行政機關 這可以接受嗎 報告委員 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剛才看到的是後面的結果 可是後面 前面的處理過程裡面來講的話 也要花很長的時間 好 我們這樣 就是說 如果有處理的話 是不是可以 會後提供資料給我們 但是我要說的是說 獨立審 至少看起來 他說 執行103年 換照付款 這個負擔 有關的獨立審查人的聘用 事實上 他還沒有完成 所以你們才給他這個 這個50萬的罰款嘛 那罰了之後 要求一個月來改正啦 那下一個 就是說 要求一個月改正之後呢 在884 就是說NCC884號的 這個委員會決議喔 你看喔 又過了多久了 又過了六個月了 要求說 請中天 必須要提出 這個具體成效的報告 然後呢 報這個獨立審查人 改進的意見 然後報到 這個定期公開啦 等等之類的 然後報到這個NCC來 對不對 那表示說他到現在 還沒有完成這個 獨立審查人的機制嘛 對不對 有 他的獨立審查人就是陳清禾 好 那我問一個啦 那來了之後 下一個 來了之後 不是已經來了三個月了嗎 對不對 那為什麼NCC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排審 基本上來講啊 包委員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剛好去年年底都在大選嘛 不是啊 你是一個獨立的機關 你機關跟選舉有什麼關係 當然 因為我們對整個監禮裡面來講的話 包括整個新聞的 比如說他的有沒有落實查證 事實查證 公平原則等等 而且最重要的跟委員報告 他已經資料來了三個月嘛 是是 那NCC如果不對的話 這個主委可以更正 是不是一個禮拜開一次會 對 那三個月前就已經來了 一個禮拜開一次會 至少可以開12次會 那為什麼 從2014年 你這個換照 然後你知道他有這個付款 那要有這個負擔嘛 那他報來之後 還是三個月之後 還是沒有排審 包括委員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關於這個相關的 媒體的這種監禮 或者是電信管理的部分 案件是非常非常的多 案件非常非常多嘛 但是 但是 我必須要提醒主委 他已經 又要再換照了 這個付款竟然扯的是說 這個付款 2014年12月3號的時候 就已經訂在那裡了 他已經現在 六年後又要再換照了 結果他還沒有完成 那我再問主委 那什麼時候要排審 他已經完成獨立審查了 而且獨立審查我們 對 但是你要排審啊 後續代本會審議決定嘛 我們只是說 他的那個獨立審查人 他所提出的具體報告 我們要不要接受的問題 但是獨立審查人 他有在進行相關的這些紀錄 是有在進行當中的 是 但是 你現在 你現在六月 他就已經要再重新換照了 不是 是十二月 對 十二月換照 但是六月申請嘛 提前六月申請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你是不是到六月的時候 你們都還沒有來審查 他這個付款 不會 那這個行政處分 都已經要走完了 那這個付款都還沒開始審 沒有 包委員 對 他的付款的審查 是當時是所謂 設立獨立審查人 所以獨立審查人 後來他是有設的 這獨立審查人功能如何 我們是定期的邀請他 主委 我今天真的很想問你啦 假設你認為說 今天有一個付款 那個付款就是要設立獨立審查人 已經經過五年了 結果他都還沒有完成 你們還沒有完成這個排審 但是你們連審都還沒審 這樣台灣社會可以接受嗎 獨立審查人 我們已經接受 只是獨立審查人 後來的功效如何 對 這個我們提前要提出報告 而且我們要求獨立審查人 曾經到會陳述幾次 然後我們請他在讀書面的部分 補書面的部分 那我再問一下啦 就是說 因為93條規定這個付款嘛 同時在行政程序法123條 其實這主委都非常清楚 這直接照抄德國的這個條文嘛 如果他沒有完成 你剛剛說這個是負擔嘛 下一個 123條負負擔的行政處分 受益人 這是一個受益性的行政處分啊 為旅行該負擔的時候 不是就應該要廢止的嗎 到現在為止 你也沒有完成這樣的一個 獨立審查人的機制 獨立審查人的部分 他的機制已經完成了 只是獨立審查人 他運作的功能 他提出的獨立審查的 成效如何 成效如何的問題 但是他三個月提出的成效了 因為你們案件很多 所以到現在你們都還沒有排審 那什麼時候要排審 有一個具體的這個回應嗎 我們會盡快 我們會盡快把他排審 盡快排審啦 好 那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這個付款 事實上 就是說主委 在這個NCC裡面 這個行政處分 這是很多都是受益性的行政處分 那你也很清楚就是說 都是有付款的 請問你們有多少 有關於這個行政處分 然後給了之後 然後有付款的 這些行政處分 你們有多少 這個數量很能統計 現在很能統計嗎 因為我們很多處分都有付 那我現在就是合理的懷疑 我現在就是要問說這個付款 到底NCC做一個機關 他有沒有在追蹤這些付款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付款事實上是 以中天這個例子 六個月就要完成了 結果現在快六年了還沒完成 我跟我們報告一個案件 就是說比如說 某些交易案 他以前的付款有沒有履行 在我們這個審查過程 都有 比如到財務改善 那我現在是說要求主委 是不是可以 會後整理一下 然後告訴我們說 到底你們有多少 有關這個處分的 這個行政處分的付款的案件 可以嗎 這應該沒有問題 就統計一下 量非常大 但是我們可以 但是我現在就是要了解說 到底你們的追蹤機制在哪裡 因為我們沒有固定的評鑑制度 評鑑的時候就會去查 這個比如說他付款有沒有履行 那主委我再問你 依照行政程序法123條 你們有沒有負負擔的 這個行政處分 最後受益人未履行 那你們去廢止他的行政處分 沒有負負擔 但是付解除條件也有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付款 的追蹤機制在哪裡 應該要讓大家能夠知道嘛 或者的話 像這個例子 經過六年之後 我的天啊 你的付款 竟然這個追蹤機制 這是睡了四年 當然我知道那個時候 跟你沒有關係嘛 但是睡了四年 四年之後 你給他重罰了 五十萬 你看下一頁 就是說 好再下一頁沒關係 你四年 然後沒有追蹤嘛 沒有追蹤之後 你三月二十七號 才要求他獨立審查人 五月十號的時候 要求他改善 然後六月十九號的時候 給他罰五十萬 一直到現在 你都還沒有去排審 我們怎麼能夠相信說 NCC對於這些 行政處分的付款 的追蹤 到底有沒有真的在追蹤 都有 我們 每一個制度都有 比如說 定期的評鑑 換照 都會有 都會有交易 所以說我們付款 都有在追蹤 但是從這個例子 來講的話 你覺得台灣社會 會相信說 NCC 對於這些付款的追蹤能力嗎 看起來 感覺起來 就是說 現在已經會不會換照 那我最後再問一個 像他這樣的狀況 光是獨立審查人 你們三吹事情 罰五十萬 怎麼到最後一年的時候 他才送來嘛 三個月前才送來 那這個會不會列為說 你下一次要給他 要給他換照的 一個標準 這些都是我們考量的因素 好 那是不是能夠在 最後 一個禮拜內 可以把有關NCC 行政處分的付款 的案件 能夠統計一下 然後 來送給 審議院 送給委員會 請委員會可以 讓我們再更多一點時間嗎 因為我們內容出現 好 那你覺得要 要多久 需要多久時間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要了解說 你這個付款 到底有沒有在追蹤 我們就盡快啦 不要說用一個禮拜 這樣的時間 不然就三個禮拜 可以嗎 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之後 能夠把這些有關 行政處分的這個付款 能夠整理一下 謝謝 謝謝主席 謝偉 現在 請 紅蓬開